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二百一十几 我许二郎没有家人 许清安和同僚们坐在宽敞的大厅里 边吃饭边用餐吹牛打屁 这鱼汤真绝了啊 我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带劲的汤 是啊 连那点腥味都是香的 要是天天能喝到这样的鱼汤 让我一辈子待在船上也乐意啊 大耕人们吃得大汗淋漓 享受着令人惊喜的鱼汤 江吕中独自站了一桌 闭着眼睛 回味着舌尖令人难忘的鲜香 他喊来火夫好奇道 这鱼汤滋味不痛凡响 本官从未喝过 你们是怎么做的 应该是用秘制配方的 江吕中心想 他也不是缠人家秘方 纯粹是好奇 想知道这让人拍案叫绝的鱼汤 是怎么做出来的 火夫当即看向许清安 是那位大人的秘方 与小人无关啊 一众打耕人顿时看了过来 许清安的立刻说 可看我做什么呀 这是四天剑秘制配方 我自己都没多少 他知道这群没节操的打耕人 尤其江吕中肯定会变着法子 向他讨要 众人顿时转头 看向角落里的三位白衣术士 年轻的白衣术士就说 看我们做什么 四天剑的秘制配方 是许公子教的 妈的 这几个术士存心抬杠是吧 许清安在心里付匪 这时呢 舱门口进来一群 身披甲州的侍卫 他们一边嗅着勾人的鱼汤香味 一边沉默的领取 属于自己的简陋饭菜 本次赴云州 铜锣二十名 银锣六名 金锣一名 张巡甫的长随三名 随行的虎奔卫一百名 再加上张巡甫 总计一百三十一人 这些虎奔卫住在狭小阴暗的舱底 吃的伙食也没打耕人好 鱼汤自然是没他们的份 精瘦的汉子们默默抽动鼻翼 悄悄的咽口水 渴望的看着鱼汤 许清安想了想 喊来火夫 船里还有鱼吗 没有的话再去往 给将士们也煮一锅鱼汤 务必 每人都能喝到 说着 他把瓷瓶交给火夫 不够再找我要 虎奔卫们眼睛刷的亮起来 不自觉的挺直腰杆 齐声说道 谢大人 许清安在心里唱着 我总是心太软 心太软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然后呢 他点头 嗯 我姓许 谢许大人 这时呢 张寻甫的长随走了进来 朗生说道 鱼汤还有没有 我家大人还想喝 众人哈哈大笑 船舱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京城 黄昏前 许新年返回了京城 他准备回家取一些坏洗的衣衫 以及米面和银两 白鹿书院求学的学子 每三个月要交一笔述修 同时米面自带 学院包住不包吃 所以 许二郎定期会回家一趟 把没时间洗的脏衣服带回家丢给下人 顺便呢 带足三个月的钱粮 他在徐府外勒住马江 惊讶的发现大门挂了锁 这可不是小事啊 府上养着下人 即便主人不在家 闭门谢客 那也是从里边锁了门 外头挂锁 往往意味着呢 府上没人了 徐二郎心里一沉 有了不好的预感 他翻身下马 来到墙边 深吸了一口气 朗声道 飞檐走壁 念完 他默默的后退几步 感觉澎湃的力量 充盈了四肢 短跑助力 从三米高的围墙跃了过去 稳当当的落地 府上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 徐新年从外院走到内院 推开了一个个房门 妹妹的 父母的 仆人的 空无一人 最关键的是 府上的东西都被半空了 房间里只留下空荡荡的床铺 但没有被子 我的家呢 我那么大的一个家呢 哦 他还在 可我的家人哪里去了 徐二郎茫然地站在院子里 他思考着人生 门只是挂了锁 没有贴封条 说明不是大哥又犯了罪 家里的东西被半空了 但地面没有落灰 清扫得很干净 说明不是被洗劫了 徐二郎凭借着举人的聪慧 推导出结果 他们搬家了 为何搬家没人通知我 他们忘记白鹿书院 还有一个二郎了吗 徐新年气得想破口大骂 糟糕 紧接着呢 他脸色一变 迅速给自己加了层霸服 翻出围墙 骑上马匹 打算趁城门关闭前 离开京城 这时呢 遥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鼓声 这是城门关闭前的鼓声 新宅 学二叔今日要夜职 吃完晚饭就得出门 沈沈看向丈夫疑惑了 按理说 二郎差不多也该回来了 他上回钱粮带的不多 当娘的自然关心儿子的 时刻估算着儿子归家的时间 学二叔不慎在意的说 大概也就这几日吧 大郎 有给他写信吧 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沈沈树梅 我也没问 学二叔回答 吃完最后一口饭 把佩刀挂在后腰 戴上头盔 我出门了啊 晚上看着灵音 莫让他再去井边了 另外啊 别整天疑神疑鬼 这宅子不闹鬼 说吧 学二叔就出门了 当天晚上 他领着一队御刀位 在外城巡逻 路过祖宅时 发现一道身影 蹲在府门口 抱着膝盖 脸埋在双臂里 在寒风里瑟瑟发抖 身边还有一匹马 无精打采的打着响鼻 刨蹄子 外城是没有宵禁的 百姓可以出行不受限制 但御刀位有抽查问话的权利 看到有人蹲在自己家门口 二叔当即带人迎了过去 正打算贺问的 火把的光芒照亮那人的如山 忽然觉得 哎 眼熟 学二叔一愣 心说 不会吧 他有些不确定的开口 二郎 那如山学子缓缓抬起头 俊美无仇 神色憔悴 正是许二郎 父子俩沉默对视了许久 学二叔头皮发麻 为什么不去客栈 爱牵刀的许宁燕 竟真没给他弟弟写信啊 没银子了 为何不在府里写着 马匹会被盗 为何不回书院 城门关了 这家里啊 搬到内城去了 忘记与你说了 内城宵禁 为父带你去客栈 许二郎缓缓的 别过脸去 声音空洞 这位大人 在下没有家人 许二叔是一头的 点点点啊 夜里 孤月高悬 观传房间有限 许亲爱一个铜锣 没有独立房间的待遇 他和宋廷峰 还有朱广孝一个房间水 是那种连排的床铺 他扭头看看左边 宋廷峰面朝着他 看看右边呢 朱广孝面朝着他 许亲安突然想起一个笑话 如果你睡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间 你会把屁股朝向男人还是女人呢 屁股朝向女人会被当成是gay 朝向男人则有被钢的风险 而我这种情况呢 我选择躺着睡 许亲安心里吐槽着 房门敲响了 门外传来 张寻甫随从的声音 许大人 我家老爷有请 大家好 我是乐阳 我配的是许新年 喜欢听的话 请订阅此专辑 给我们来个五星好评吧 谢谢了 我家老爷有机会 我家老爷有机会 欧阳 Ey 婚子